欢迎你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 来关心彰化线一辆乡型车 疑似是没有礼让执行车 失控撞上了对象的摩托车 结果是像打保龄球一样 总共三台机车被波及 两名骑士摔伤 另外139线道 有机车疑似为了闪避路上的流浪狗 冲撞了对象的摩托车 整排倒闭 路口绿灯亮起 带转区的机车起步 没想到下一秒 对象准备左转的休旅车 失控撞了过来 像是十字路口打保龄球 前一台惊险闪过 其他两名骑士连人带车 被撞到在地 还有一人惊险闪过 还差点被车子压到 信号伤者都只有外伤 还能自己走上救护车 很大声就算了 它是连续的声音 因为车子还是没有停下 三名驾驶没有闯红灯 也没有酒驾 疑似因为耗制灯亮绿灯的时间差 驾驶开到一半 发现对象机车起步来不及杀 一时慌张连环撞 惊险车祸还有限道139 摩托车过弯撞上对象机车骑士 像是打保龄球般的一路全岛 连一旁摩托车也被波及倒一片 车祸原因竟然是因为路旁这一只流浪狗 过弯闪狗酿成意外冲到对象摩托车 倒一片四台车被波及无望之灾 记得陈诚伟 徐环彭馨 彰化报道 宜兰罗东车站的大厅上演了格斗赛吗 一名富人在大厅广众之下 公然挑衅 还对一名老汪吐口水 对方恼羞成怒 拿起了拐杖痛殴对方 那么富人不甘示弱 还想反击 但旁边的民众竟然完全没有人上前阻止 富人摆低身体 老汪高举拐杖威吓 富人不断跳动 化身拳击受步步逼近挑衅 捡起拐杖 没戴口罩口水喷满脸 老汪再度高举拐杖做事反击 富人则是上下跳跃伺机而动 诡异的事站在两人后方的黑衣男 竟然拿着手机坐壁上关 冷漠的看着两人完全没有劝架的意思 任由车站大厅上演打斗戏码 民众看了又气又好笑 有爱观瞻 是很好看 可是看到后面又觉得说还蛮好笑 他一直在那边跳来跳去 荒谬全集赛发生在罗东车站 老汪莫名其妙遭富人挑衅 不顾旁人眼光拿起拐杖大打出售 车站人员下一大跳赶紧报警 女子也不愿意 从警方到所在做其他的说明 男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将通知他到所说明 据了解富人常在车站大厅 逗留挑衅陌生旅客 没想到这次故意捉弄老汪提到铁板 惹怒对方 真的是不是冤家不拘头 记者林医生王云廷宜兰采访报道 高雄有驾驶 开车在路上 前方突然有一个小女童 从机车摔到了路面上 当下女童爬起来爬到了路边 那么妈妈立刻冲到了路上 去捡安全帽 过程超级惊险 不过机车载着小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安全 专家建议要装机车版的安全座椅 有背带有软电才是正确的载人方法 驾驶开在道路上 前方一辆摩托车 突然一名女童摔下车倒在地板 后方驾驶乘客全吓傻 女童赶紧爬起来跑到路边 家长也赶快去捡安全帽 超过程耶 他怎么会跌下来 民众拍下惊吓瞬间 怎么会骑车骑一骑 女童就从机车上摔下来 真的超级危险 一次因精神不济 从机车上流露到道路上 看了新嘎嘎的画面 还有这些小妹妹就绑在家长背上 可是等等妹妹整个人已经斜左边 一不小心就可能掉下去 也有女童站在中间 大人小孩都没有戴安全帽 民众吓傻是马戏团表演吗 这一幕更是让人看得怕怕 机车四天小朋友就抱着放大腿 骑机车到底怎么载小孩才好 有些民众会这样做 三岁多怕小孩子乱动 骑到一半睡着 想说坐那个应该会比较安全吧 机车后座加装安全座椅 老板说不同年纪 有不同的Mega要注意 机车板安全座椅靠四点式安全带 胸口软垫和布挡等等 固定小朋友身体 免得骑乘过程中孩子摔下去 发生意外可就完蛋了 记得杨树武 陈南山高雄采访报道 南投普里消防分队上千万的弃裁车 在出勤时竟然被人恶意砸毁 一名年轻的女性 她情绪失控 从这么高九层楼高度的停车场 不断的往下丢东西 包括像是扫把 甚至是还丢了灭火器 当中有一支灭火器就刚好砸中了消防车 车顶毁损 而且鸣笛装置故障 她涉及了毁损罪依法易送 面对指控女子情绪失控 还不断飙骂不雅自演 因为她从高处抛丢灭火器 甚至砸坏消防车 她一直在丢灭火器 我先挡起来 她从九楼高的停车场 抛丢扫把灭火器 还一度半个身体悬挂在半空 让人捏把冷汗 女子情绪失控 还砸伤消防车 这台消防器材车 才启用半年多 价值一千多万 车顶车壳凹陷 鸣笛系统也故障 她就从楼上丢灭火器 然后扫把 还有丢蛮多东西下来的 第一支第二支的时候 我们有回避嘛 我们车子就开始倒退 我就是第三支 就在我们倒退的途中 她就砸到我们车底 女子砸坏消防器材车 还抢家要赔就赔 但她涉及公共危险罪 妨害公务及毁损罪嫌 被移送侦办 驾驶砸坏的不是车 而是人 从九楼高重力加速度 恐怕面临更重刑责 记得曾美翔 你们兵物彭馨 南投报导 版图新增超过四万五千例 稍微上升 指揮官王碧胜 接受周刊专访时提到 如果疫情低度流行 到了11月 就可以讨论戴口罩的方式 朝向外出不用戴 部分场所要戴的方向来实施 不过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 罗依君在下午回应 未来几周不会针对口罩 有大规模的调整 不过未来也可能 确诊者改成7加0 同住家人通通0加7 对此发言人装人想回应 这还有待专家讨论 闻动疫情确诊数又升高 二十七日新增四万五千六百零八例 较上周同日新增百分之二点五 随中心发言人装人想坦言 疫情还在高原期阶段 面对解封进入倒数 指挥官王毕胜下午到淘机视察 不过他日前接受周刊专访 表示拟定七步骤 其中备受关注的口罩令 将朝外出不需全程戴口罩 只需部分场所戴 若疫情低度流行 最快十一月检讨戴照方式 暂时不会针对口罩这个部分 在这个未来几周 做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调整 国内防疫规定 沿你松绑确诊者同住家人 现阶段三加四或零加七 将改成仅零加七的选项 而确诊者七加七前七天不变动 但会朝七加零方向迈进 对于七天隔离结束 生活直接恢复正常 但恐怕风险还是得注意 就需要还需要一些时间 由于下个月中即将放宽入境 零加七禁团令 也将同时解除 外股团客确诊通报机制出炉 快筛阳性需遵照检疫机制 由业者协助通报 若同团其他旅客快筛阴性 形成不受影响 金冠疫情肆虐快三年 随着解封倒数 民众想恢复正常生活 已经不远了 介州天洁杨宗燕 台北桃园报道 靖电视在今年一月份 取得了执照 不过今天在立法院 有惊人的录音档曝光 在录音档当中可以听到 靖电视创办人裴伟的声音 他在股东会上表示 他只要一通电话 打给小英抱怨NCC刁难 蔡英文立刻交办下去 甚至是派了亲信 去告诉NCC主委 让靖电视审查过关 是总统的旨意 不是行政院长的旨意 谁来做行政院长 这个案子都还是要做 靖电视今年一月 击败各界势力取得执照 有媒体惊爆 创办人裴伟 在股东大会的录音档 裴伟抱怨NCC审查有问题 他一通电话打给蔡英文 我面试以后 因为NCC那边 很多问题 当天事情一过以后 我就跟小英总统反映 那边的状况 说NCC其实很无理群 然后那个礼拜 小英总统就立刻告诉苏审常 这件事情 人家已经做得最严格的处理 就是我们的内容 跟那个光章程 没有理由去托人家 好 那你一定要赶快去处理 一周看狗仔头出身的裴伟 能热线总统 已经让人跌破眼镜 裴伟语出惊人的说 让靖电视审查通过 是蔡英文的旨意 总统甚至 陆营党一出政经政坛 总统府连忙否认说 向来尊重独立机关 没有摄入 靖电视发声明更强调 必要时将公布完整录音档 说这是不实爆料 但掀开裴伟率领的狗仔队 爆料记录 一周看当时在民进党初选时 攻击蔡英文的对手赖清德 蓝军重量级人士 几乎都当过周看头版的 逼案主角 到现在猛打张善政 高红安 裴伟跟蔡英文到底是什么关系 就是裴伟跟蔡英文不断的合作 所以表示裴伟也是 蔡英文的彻衣之一 前几的时候 靖周看天天在报 国民党的黑料 张善政当作他的后面故事 当多少回了 后来这批人 他们就去弄了静电视 帮我打选战 然后去抹黑别人 那我呢 我给你回报 蓝军嘲讽 若蔡总统真无辜 应该控告裴伟当前 客高炸期 裴伟因党中的这一字一句 揭开执政者最丑陋的秘密 记者 进入陈宇庸 台北报道 今天这双办人 裴伟是狗仔头出身 他不只能够和总统热线 从曝光的录音档当中 也能够听到裴伟在股东会上 还大爆料 他说苏贞昌 有向NCC主委陈耀祥来施压 他说你不要做成这个样子 后来行政院就告诉我们说 那就安排在年底的礼拜 要通过审查 结果在今年1月19号 静电视真的成功拿到了执照 静电视的裴伟直达天厅 股东大会的录音档上 听到裴伟骄傲地告诉股东 静电视执照一定会拿到 行政院亲口要他放心 苏贞昌找了那个陈耀祥 找了NCC的主委 然后跟他讲说 这些东西程序都已经完备了 这个没什么好拖延的 就让人家在 在领快的速度里来拿到 这个部分苏贞昌已经 明确跟陈耀祥反对了 因为我们今天是 行政院直接告诉我 狗仔头裴伟 仿佛是日云高层的大核心 他连苏贞昌修理NCC 主委陈耀祥的对话 都当成内幕抱不停 那一天孙贞昌就立刻找了陈耀祥 他就说一句话就说 你这个主委不要做到 我给人家 本来好像有一些 变成没有了 就说 我本来好像可以睡在来 给你说我给你个Favor 不然有这个变成没有了 他说你不要做成这个样子 所以后来行政院就告诉我们说 依照他们的安排应该就是台27号29号那个人在过 审准预测简直像通灵 今天是果然在那段时间内审核通过 今年1月19号成功拿照 但这惊人的录音党爆料 苏贞昌这么回应 苏贞昌的说法在业党显然不幸 裴伟领导的团队疯狂攻击蔡英文政敌 可问者认为靖周刊攻击高宏安 背后也是蔡英文 裴伟曾遭爆料光是在禁电市领的顾问费 就高达150万元 NCC查半天却没动静 政府有没有玩弄掌控媒体 陪伟的录音党先出惊人秘密 台北市内湖区的康宁路 在27号出现了一只超大猴王 他攀爬大楼 不断在楼层之间到处乱窜 民众疯狂拿起手机来拍摄 也有民众家里面的贡品香蕉 被猴子给偷吃了 还有人家的遮雨棚被踩破 动爆处紧急派人到现场来捉猴 忙了一个早上 最后还是被这猴王成功脱逃 你没看错 一只大猴子就出现在大楼外墙 沿着窗户爬呀爬 还时不时往窗内偷窥 这可把邻居吓坏了 因为这里不是动物园 而是台北市闹区 更吓人的是 这只体型硕大的猴子 俨然是只猴王 猴子应该有一个小学生 二年级这么大一个吧 蛮大只的 美猴王出没地点 就在北市内湖康宁路三段 27号接近中午 他老兄悠悠哉哉 在大楼外来回摆当 不只嚣张逛来逛去 连拜拜的贡品都给你吃上两口 阿嬷笑着说 这只猴子还算礼貌 连香蕉都剥得整整齐齐 但就怕猴子伤人 北市动保树紧急派人到场捉猴 一下戳戳戳 一下又追追追 东奔西跑累得半死不说 最后还是让伸手矫健的猴王 溜之大吉 依据这个米猴出现的地点 不排除是金面山 或者是大尖山 三系的米猴族群 康宁路一带是热闹的小型夜市 附近还有小学 这回猴王闯闹区 有如大闹天空的戏码 真实上演 也让附近民众嘖嘖称奇 这位林传有桃台北 参考报道 高雄的民众控诉 他在九月初刚买了一台 滚筒洗脱烘的洗衣机 没有想到有一天 在清洁保洁店的时候 突然一下玻璃爆裂开来 他抱怨说 才刚刚买了一个多星期 洗不到五次怎么会这样 不过业者回应说 是客人不适切的洗涤 才会导致这样的状况 会在沟通 如果洗衣店业者要告诉您 到底有哪些事情 洗衣服时要特别小心 我们带您快来看 运转到一半的时候 里面的玻璃都破裂 现在整台暂停 张先生拿手机录影 前几分钟发生的事情 真的让他很傻眼 九月八号买了一台滚筒 洗脱烘洗衣机 才刚到货 没想到九月十八号洗了保洁店 到乐轰模式了 突然听到碎裂声响 全新的洗衣机 玻璃爆裂 让他非常的傻眼 明明才刚买一个多礼拜 洗不到五次 竟然就玻璃碎裂 花了几万块买洗衣机 还得自己付维修费 业者回应因为客户 采用不适切的方式 会持续跟消费者沟通 到底保洁店能不能放进去洗 洗衣店业者建议 大型物件用S型折法 衣物装进洗衣袋 再放进洗衣机 鱼盒里面包覆着水 然后造成它的重量增加 编程跟其他东西不平衡 然后在高速旋转之下 它会变成很强的离行力 造成机器它的摇晃 上盖炸开啊 或者是门被炸开之类的 这样的状况 刚买的洗衣机又没多久 却遇到玻璃爆炸 消费者无奈又生气 究竟是哪里出问题 只能再沟通 记者松北城 沉安山高雄采访报道 本土疫情还在高原期 但有一名邮局的主管 竟然要求确诊的员工 等到康复之后 上班时要掏钱请客 新版是中俄邮局被人爆料 小主管要求所有确诊者 等到康复领到了防疫理赔金之后 就要拿出五百块钱 请大家喝饮料 因为在他确诊请假期间的工作量 得要由没确诊的员工 来帮忙承担 不过这消息爆出来之后 管理单位认为不妥 已经要求退还费用 并且表达歉意 夏天电脑二十四小时 不关机竟然超级耗电 有网友拿出了今年夏天 和去年同期的账单来比较 新增了一台电脑 竟然耗电多了六百六十四度 电费多了四千三百七十七块 相当于是多开了一到两台冷气 手指敲键盘打字 后疫情时代 民众居家办公已经成为常态 但有人电脑二十四小时 不关机 没想到竟然比冷气还耗电 收到夏季电费炸单 真的是吓到吃手时候 快七千元 去年同期耗电一千零九十九度 电费约两千六百元 今年多一台二十四小时运转电脑 耗电一口气暴增六百多度 电费贵了四千三百七十七块 彻底惊呆了 破文说 其余东西一样没变 使用电机习惯也没变 快吐血了 只是一般电脑真的有这么耗电吗 台的电脑大概一百瓦左右 一个月三十天的话 大概几百块 底下网友也留言 电脑没关也不会这样 是超级电脑吗 你是挖矿吧 还是中了挖矿病毒 有专家分析 一般电脑一起电费两百四十元 如果是休闲挖矿 挖虚拟货币 就会高达四五千元 贵二十倍 专业挖矿机电费上万元 等同于两台冷气 全数在算数学体 它就叫耗能 大概都是差六张 然后一天二十四小时 就四十八度电 至少要七八千 差不多要 挖矿电脑遇到夏季电费 突破天际 不少休闲矿友真的hold不住 先关机一阵子 等夏天过去 再来转外快 清洁保养品过期了 您会直接丢掉吗 像是过期的洗发精 因为是中性的 不会破坏衣物的结构 因此可以拿来当成洗衣精 让毛衣更柔软 而部分的润发乳含有细菱 就算过期了 也能够发挥神奇的作用 翻箱倒柜大扫除 成年洗发精润发乳 统统过期了 干脆拿去丢 真的还可以用吗 来做个实验 过期洗发精几个5cc 加温水泡毛衣 洗完晾干 居然能让毛衣更柔顺 因为洗发精是中性清洁剂 不像酸碱会破坏衣服结构 因此可以拿来当洗衣精用 之前有时候会拿沐浴乳 或是洗发精过期 然后会拿来刷地板 而润发乳过期同样有妙用 挤散下加热水 缩水毛衣立马起死回生 棉麻 蝉丝及再生纤维等衣物 也可以用这招 只要比毛衣多挤一下润发乳来洗 就OK 润发乳里面它有一个成分叫细菱 棉花的葡萄糖长练 其实直接让那个空间 重新膨胀回来 还有还有过期化妆水 虽然不能再擦脸 但可以拿来擦镜子 除水渍 另类展现闪闪动人的效果 而脑人残焦则能用过期乳液 轻松去除 过期的话 通常一般的就是洗手乳 或什么之类的 就刷洗手台就好 过期清洁品保养品丢掉浪费 也不好再接触肌肤 换个做法二次利用 也是生活妙招 记者韩志兴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道 不过周易寇才刚哀告 他立刻反击说也要去按铃 深告柯文哲和蒋万安诽谤 不过柯文哲一听到 笑到差一点摔倒 他还说周易寇让绿云大失分 可能会造成医师多命 他提醒陈时中 小心周易寇 很快会反咬你 抖大电子广告上写着 支持陈时中就是支持周易寇 蓝军看广告 周易寇大反击突然要告 柯文哲还有蒋万安毁谤 柯文哲像是被雷劈到 满脸问号差点跌倒 市长你明天要被告了 你明天要被周易寇告 他要告你 他不要 他不要 他都抹黑抹黄还是什么的 谁这样你要讲他涌结童心 等一下 你涌结童心有抹黄他吗 周易寇炮轰在野党 将他和陈时中做不当连结 柯文哲嘲讽他要照样照句 多说几句 那他就再多喊几个 再多喊几个 看票头叉叉叉 就是支持周易寇 以后每个县市那个选举 只要贴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市长你觉得 他这样子会造成民进党一师几名 恩属于恩 周易寇出手帮绿云杀政敌 柯文哲提醒陈时中要小心 周易寇总有一天会咬上你 周易寇狂说我就是爱阿中 但阿中现在吓到说 选前不再上周易寇节目 一场选战周易寇从绿军的超级案件王 成为最大扣分王 记者林信秀王智恩台北采访报道 2022新竹客家艺术节 在本周六登场 新人府和在地的表演团体合作 要以戏剧舞蹈等等的表演方式 结合客家元素 让民众近距离感受文化艺术的美丽 客家元素穿上身来场创意走秀 在这里蓝染花布都成了最时尚的符号 预告新竹2022客家艺术节即将登场 在十月一号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要盛大的登场了 属于我们客家文化生活面的一个环境剧的一个呈现 舞者搭配演奏跳出农贤的轻松步调 今年客家艺术节的亮点就是移动式环境剧场 有戏剧互动舞蹈走秀 就是要让大家感受更多元的客家文化 邀请了新竹县的杰出团体 完整的呈现出属于客家生活的艺术 客家艺术节打造户外环境剧场 拉近舞台与民众的距离 将客家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浓缩在新瓦屋 让民众感受客家文化的艺术气息 记者何梦谦新竹报道 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 陶鸡在这一天也开放 让周边三所国小的高年级学童 进入机场参观来一趟国门之旅 小朋友穿上反光背心 人手一本手册 在世界旅游日这一天到了陶鸡 要出国还得这等等 不过可以先来一趟国门之旅 认识航空产业 善尽企业责任的这样的理念 我们也邀请了周边的国小 总共有三百四十位到机场来 出国国来请举手 共三所国小五六年级的小朋友 睁大眼睛 专心看着一架架飞机从眼前划过 不管有没有出过国 但这么近距离看飞机起降 可是头一回 第一次参加很新奇很特别 很开心因为可以知道这么多 关于机场的知识 利用这样的机会 可以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机场的一些的设施 在跟地方的一个发展上面 有进一步的结合 陶鸡公司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友善周边邻里 规划机场宝藏之多少的活动 让小朋友近距离探索 难得一见的机场日常 记者周天翔 桃源报导